诗里女士的外卖吧 你也太慢了吧 不好意思啊 今天单子有点多 你等一下 你这东西怎么给我撒了 你自己看 不好意思啊 这可能是路上不小心弄的 对不起啊 不小心就完了 我花的钱点的单付的跑腿费 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那这样吧 好吧 这一单我把钱给您退了好不好 就算我赔了就赔了 我差你钱吗 你说这话你不学搞笑吗 我给你差评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要我怎么做 我要的是态度 你做错了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怎么的 你个送外卖你很牛吗 我没有理直气壮我没有牛啊 那你看我给你道歉你也不接受 我说把钱退给你你也不满意 你这一言不合上来就要给我差评 咱凡事得讲讲道理吧 是不是 讲道理 你个送外卖的你想跟我讲道理 你配吗 不是送外卖的咋了 送外卖的就要低人一等吗 就要被人看不起吗 我想请问 我该给你说都说了 我该给你展现的态度都展现了 大冷天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你既然觉得你是有钱人 你是上层次的人 那你干嘛为难我这种干苦力的人呢 差不多行了呗 互相担待一下呗 拿不成让我跪地上求你啊 行可以可以 你别说了 你就差评给定了 随便吧 随便吧 等等 这是你也说啊 对啊 怎么了 你送外卖的你开保时节啊 我送外卖的不能开保时节了 你看不起谁呢我想请问 我告诉你永远不要瞧不起你身边任何一个人 因为你可能最看不起那个人 都比你优秀 比你成功 懂吗 我出来体验生活不行啊 不好意思 诶 等等 等等 咋啦 我已经把那个差评取消了 咱们交个朋友呗 跟我交朋友啊 你配吗